来关心323强症 位在镇央附近的布立台东医院 成功分院一片狼藉 不但洗肾市的管路断裂漏水 设备还被推移30公分 连空调水箱也被震坏 院方今天进行修复勘查 表示目前门诊的医疗 还有行政业务已经恢复7成 但是洗肾的设备严重损坏 最快要等到下礼拜一 才能重启服务 你看他整个塌掉了 管子破掉 洗肾管线遭长症扯断地面一度积水 多部机台位移造水设备 也被推移30公分 这边只是挪位而已 它边比较严重 一台一台推回原位 好在洗肾设备已恢复供水 实在经不起再一次地震摧残 院方预计绑上强力腰带 并用钢钉固定 发动强症后 受灾严重的布立台东医院 成功分院室内还下起小雨 分院三楼的天花板被震破 三分之二的青钢架掉落 员工趁控档清除水渍 并擦洗设备 院长跟着公务组爬上顶楼 查看被证坏的空调水箱 要加快脚步修理 才能尽快恢复全分院的换气供应 门诊医疗和行政业务 已恢复七成左右 但洗肾管线修复还要时间 最快28号才能重启洗肾服务 有一部分的人送去动机 马接跟动心诊所 我们已经请厂商先把管路接上去了 测试通水也OK 但是还要测试菌落素的部分 那洗身的民众才能够洗得安心 正好护理师和员工 一样拿出专业态度 但人心有余悸 招班时默默伸手轻拍 对方肩膀安慰打气 也庆幸病患和同事都能平安度过危机 这一段报道